你也不得了 我走 对 就这么走 一直向前 快一点 走不走啊 走 这是老伤口 刚刚又被磨破了 一定非常痛 朕强 你先歇一会儿 等药干了之后再穿铁鞋 下午练一回 晚上再练一回 我不要穿铁鞋了 我不要再穿铁鞋了 我去上宫了 爸爸 妈妈在生我的气 因为我不会走路 他不跟我说话了 傻孩子 妈妈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他呀 是担心你为你好 希望你能早日康复起来 你还要再忍耐一下 好好养养就好了 别停下来 别停下来 对 慢探探的走一点用都没有 快点 快走 不走打你了 快点 快走 你干什么你 对 志强的脚已经体无完肤了 春云到底要把他逼成什么样才敢甘休啊 难道非要这样逼他才可以吗 你以为他想这样吗 忙了一整天的事情这么晚了 拿着棍子陪志强在街头走了十几圈 他不累吗 他图什么 你以为他图的是快乐吗 春云每天都最早起来 最晚才会入睡 春云他做最多的事 忍最大的痛你们都知道吗 还有 他一向最疼爱的人就是志强 如果像以前那么疼爱的 那就是害了志强 他只能狠下心来 陪他一起锻炼 早日康复起来 要不然 你们希望志强下班辈子 腿变得萎缩了以后 做轮椅做一辈子吗 你们好好想想吧 vak肯认 路军 你快去看看 怎么了 你小心点抱着 慢点慢点 智希乖 不哭呢 哇 智希每天晚上 都要人抱着她走来走去 她才睡 妈陪智强走了半天 又要抱着智希走 今晚我来好了 让妈多休息一会儿 乖 智希 哭了 我来抱吧 小心点 你白天家务事也做了不少 歇着吧 医生 智强他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很好啊 进步不小 照这样练下去 应该很快就能摆脱铁鞋了 好孩子 好孩子 妈妈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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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智强 我们努力好好地练习 康复起来 来 看看谁走得快 来 走 淳于 来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现在不用人搀扶 可以站起来了 是啊 你看智强这么小都努力在复健 我这个当走路班班长的万一输给他了 我不就成了副班长了吗 妈妈 你要我每天练的部分 我都练了 为我自己偷偷地练了更多哦 你看 我脱掉铁架子也能站起来了 厉害啊 来 走 走 来 慢点 继续走 来 小心点 小心点啊 智强 加油啊 加油啊 爸爸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加油 加油 爸爸加油 慢点啊 爸爸要超过你了 走快点 智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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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智强 不要被爸爸超过 慢点啊 你们俩 加油 快点 智强 快点 爸爸 快点 爸爸 抱 智强赢了 班长 我是班长 智强 你好棒啊 来 来 小心一点 爸爸 原来你也在自己偷偷地练习啊 现在你也可以自己走路了 那当然了 看智强这么小 都那么努力在练习 我这当爸的不努力练习走路怎么行呢 智强 我们一起好好地练习啊 练好以后 我们自己走路出去 再也不用别人服了 好不好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好 什么东西那么神神秘秘的 可以好点了吗 好多了 你们看 这是郑龙送给我的 他说 这是他生日 采芸阿姨买给他的 但是他不想要了 所以他就送给我了 我们把它卖掉 买一些智强和爸爸爱吃的东西 来庆祝他们能走路了好不好 这东西 看起来挺名贵的 采芸阿姨 就把它送给正龙 当生日礼物了 对啊 正龙他那里 还有好多玩具呢 那采芸阿姨 找到工作没有啊 没有 我最近去找正龙 他都在床上睡觉 上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好像还长胖了 赵凯云 赵凯云 他大流氓 赵凯云 赵凯云 一生四徒 大了肚子 他还 还才放假 以前 我整天忙于事业 让你一个人独守空归 没想到现在 我们反而能这样一起 在夜里散散步 谈谈心 春云 看来失去事业 也不是全无好处 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 没什么 我知道 在想彩云的事吧 彩云他没有工作 还能够过上好日子 想起来也奇怪 洋行出事之后 我一直都昏昏沉沉 躺在医院里面想 有些事情 越想越觉得奇怪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记不记得 志文去了赌场 被铁熊那人拐走 是彩云救了他 你想想 彩云怎么会知道 志文在铁熊那里呢 包大元可是没有 告诉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找不到志文 彩云又怎么会 找到志文呢 就算他是 无意中听到的也罢 他应该第一时间 通知我们来找人 他这么一个弱女子 怎么会轻而易举地 只要混进铁熊家里面 还能够全胜而退 这件事情 我早有疑虑 只是不敢多想 一直到洋行出事以后 警察局的人告诉我说 有人拿钥匙模子 打造我们仓库的钥匙 我才终于想通了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 拿走了钥匙 又放回原处 一定是我们最最熟悉的人 一定是我们最最熟悉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 我姐姐跟铁熊他串通好了 这只是猜想而已 这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是我姐姐 她是我的姐姐呀 我知了 淳于 你没事吧 不要多虑了 我只是猜想而已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你一定是白天累着了 应该多休息才是 走 回家歇着去吧 好 淳于 快 快点 快坐下来 你怎么了 昨天一晚上没睡好 脸色这么苍白 今天哪儿也别去了 好好休息一天 都是因为你说的话 害得我大半夜都睡不着 好了 我去干活 不 这样我才不会胡思乱想 别去了 你看你现在每天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的 听我的话 今天哪儿也别去 什么都不要做 好好地歇息一天 那不可以的 我绝对不会歇一天的 歇一天就没有钱 孩子们就没有饭吃 那怎么行呢 我必须得去干活 现在家里面 你 已经没有钱可以用了吗 生的也不多 我的那些东西 能卖的都卖了 就留下了我妈给我的班纸 剩下的那些钱 本打算给你当医药费的 现在也用不着了 所以我就存了起来 家里还有多少钱 能给我吗 你问也不问 就把这些钱给了我 你就这么放心吗 我一个付到人家 问那么多干什么 更何况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家的钱 我留着还是你用了 不都一样吗 拿去吧 要做什么你自己安排 你放心吧 这些钱我一定好好地利用起来 不过今天你要听我的话 好好地歇一点 男人也别去 看你这么辛劳 这么累 我实在是过意不去 没事的 我身体好得很 好了 我收拾收拾碗筷 你们父子俩好好待着 Onun 初遇 没事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离我远一点 春雨 以前都是我不好 走 跟我回家去 你来这儿干什么 别再说这些风话 那可不可以 春雨 闹别扭 是要分时 别再浪费时间了 走 跟我回去 走开 我已经嫁了人了 又有了孩子 你赶紧离开 我能看得出来 你们两个人之间是虚情假意 这一点 你骗不了我 你说的话怎么这么好笑 我跟你说 你马上离开 不然的话 我对你不客气 春雨 你这种个性 会害死你自己的 你知不知道 方浩明他在骗你 你给我滚 滚 给我滚到野院的 你恼羞成怒也没有用 你看看 方浩明穿着好好的西装 在大餐厅有吃有喝 注定 他吃定你 他爱怎么样 这不关你的事 他吃得好 穿得好 也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了 你跟我 是拜过唐城过亲的 你是我老婆 他这样欺负你 能说跟我没关系吗 好 我去找他 你想干什么 方浩明昏迷的时候 是靠你辛辛苦苦 赚的钱让他住院 现在他醒了 又在挥霍你的钱 我去找他 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不行 你不许去找浩明 你不许去 放开 你放开 天兄 走 吴老板 你这手艺啊 真的是不错 怪不得生意这么好的 名不虚传啊 哪里啊 方老板 您不嫌弃 那是我的荣幸 哪里哪里 还得要向您多多学习呢 我先走一步了 好 方浩明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呢 啊 挥霍淳云的血汗浅 今天我一定要弄死你 浅熊 你走开 你赶紧走 淳云 淳云你都看到了吧 他就是刚才 我跟你说的那个样 那又怎么样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给我走 淳云 我今天 一定要让方浩明 在你眼前消失 你 淳云 你给我放手 放手 你放手 你放手 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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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还有那么多条罪 还敢公然行凶 要是敢再惹事 淳云你看看 还有没有任何警察敢帮庇你 你想回牢房再堆子吗 淳云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还好铁熊没有伤到你 上次你被他打的 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躺了大半年的医院 我真的好怕他又伤到你 不会 不会的 让你受到惊吓了 我没事 陈师傅 今天多亏你出手相救 要不是你的帮忙 今天我和淳云 还有芷熙 恐怕都要被铁巡所伤害了 没什么 但是 我知道 你是觉得我怎么穿这样的衣服 出入这么高档的餐馆 对不对 没错 这文说 春云为了他们 连杂粮都舍不得吃 你怎么 你怎么 会到这种一帜千金的地方来呢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陈师傅 我来这儿呢 是为了谈笔生意 方老板 好久不见啊 你别起来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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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吧 坐 坐 好 方老板 您的事大家都知道 还谣传您发生了不幸 还好您的命还在 这可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没错 大家知道的都一样 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 而且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你说 你说这个事怎么偏偏就落在您身上 这 这可真够透霉的 放心吧 我来找您呢 不是为了跟你借钱 我过来啊 是想跟您谈笔生意 谈生意 方老板 您的洋行不是倒闭了吗 还拿什么给我谈生意啊 这笔生意啊 包您只赚 不赔 我 赚少了呢 我分文都不会收 如果赚多了呢 我只分两成 最多三成 您考虑一下 意下如何啊 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我倒第一次听说 您说说看 是这样啊 因为我问过春云 为什么餐餐都有鱼吃 春云说 有些小的肉鱼是不要钱的 因为吃不完也卖不掉 我就想 我们花很少的钱 买下市场上这种不要的肉鱼 把它炸成酥脆的鱼饼 这是很好的下酒菜 我跟吴老板说好了 让他免费送给客人 这道鱼饼吃 客人在等上菜的时候呢 也就不会再抱怨了 应该行得通的 都不用钱 那不是做膳事吗 那是做生意啊 不过呢 我有个条件 酒呢 酒的利润是三倍 酒钱是最好赚的 如果有人 因为吃了鱼饼 而点了酒 他每个星期九的销量 如果不变 我就不收钱 如果酒的销量提高一成呢 他就会分得我一成的利润 便是十分之一 如果赚了三成呢 我就分十分之三 五成呢 便可以分得十分之五的利润 如果没有特别赚头的话 便是我亏损 如果他赚得一成的话 那就可以分得十分之九 只不过少赚了十分之一而已 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风险 但照你这么说 我们不是会赔光吗 不算我了 一个月之内 只要有一星期拿到一次分红 就可以打平支出 其他都是净赚 没有任何的亏损 我去跟人应酬的时候 看到很多老板 因为下酒菜对味 就会点很多的酒 酒的数量更是没有任何节制 等到我们把这鱼饼做得到位的时候 这个酒的销量会非常大的 这 真的行 我相信浩铭 以前他洋行的生意就做得那么好 现在卖鱼饼肯定也比别人强 几位慢用 好 客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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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都菜齐了 客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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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用啊 好 谢谢啊 客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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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的菜齐了 好 谢谢谢谢 来 您的菜齐了 好 谢谢谢谢 方老板 您来了 快快快 里边请 里边请 来 来 里边请 生意很好啊 还好 还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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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您的福 拖您的福 走走 这是给您投一个星期的分红 恭喜您了 您可真行啊 马上就提高 我店里的酒水销量 这生意啊 比以前好多了 那道鱼饼是真好吃啊 平时我下酒啊 还能多喝好几两白肝呢 卖就好 那就进行卖吧 还有 这是我的犬子 叫方志文 他想来贵餐厅这儿做些事情 你给他安排一些跑堂 打杂的 端盘子吧 如果端得不好呢 让他去厨房 洗盘子也行 就是想给他学习的机会 这令郎仪表堂堂 真的要来我店里做事啊 现在家道中落 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啊 您哪 也不用给他什么薪水 三个月以后 如果做得好呢 您就看着给他一些 如果做得不好呢 您不给也无妨 主要是想给他一个学习 和断脸的机会 您考虑一下 你看 我们赚到钱了 不过爸爸 这端盘子和寄菜单都那么难啊 我这头一天就搞砸了 然后被别人派到后面去洗碗 洗得我腰酸背疼的 志文 跑堂也是一门学问 我知道你做不来 不过去厨房更好一些 正符合我的本意 昊明啊 我真没想到 卖免费的鱼饼赚的钱 比我几个月赚得多多 可是为什么让志文 去厨房做事呢 赚不了多少钱的 赚钱嘛 要分远近 这钱哪 越远吧 反而会更有效果 你们看 吴老板的餐厅 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 可是菜的品种味道呢 却都非常一般 这生意啊 能够红火 经营得有声有色 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学问 春云 你的手艺呢 的确是很好 等我们有了钱以后 也开一家餐厅 你来亲自经营 餐厅我们从来都没有开过 贸然开的话 一定是死路一条 因为我没有经验 所以要学他们的经营之道 志文 让你去吴老板厨房那里做事 不是为了让你做一些事 挣点薪水而已 希望你呢 能够多学一点东西 在厨房里面 看他们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怎么挑选菜色 然后积鸭鱼肉 从哪里进货 然后怎么处理 这都是一门学问 你呢 得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才行 至于能看到多少 记得多少 就看你的会更了 我就知道爸爸你最厉害了 你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 陈云呢 以后啊 你就不用再去补什么网吧 我们赚那么多的钱 是吧 用这些钱去买一些鱼 还有那些做鱼饼设备 我们以后呢 每个月出道新菜 来吸引不同的客人 然后啊 我还有很多计划 慢慢来吧 后面你看 你卖鱼饼都卖得比人家厉害 不像我 只能傻乎乎地卖力气 哪里啊 你看 这个钱圆滚滚的 你看他有腿吗 他有腿 你看他有嘴吗 他也有嘴 可什么说钱有假也有嘴 他没有啊 你看这钱 很多人辛苦地找这些钱 永远也找不到 而有些人呢 坐在家里面等着 钱自然而然全都来了 知道为什么吗 我给你们好好地讲讲吧 这个钱呢 它就像铜一样 跑起来很快 但是要追的话 是追不到的 如果你拿这些钱 训练这些钱 然后他呢 要着他的朋友们 然后越咬越多 越咬越多 越咬越多的话 他就全部都来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你还真咬啊 甜甜甜 芝心 真乖啊 方夫人 真不好意思啊 这大老远 还亲自把鱼饼送过来 那您去忙吧 我先走了 好好好 再见 你慢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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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欣 你看爸爸多厉害呀 他天生就是个生意人 再穷也倒不到他 他一定会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 父亲 那不是姐姐吗 彩云怎么会知道志雯在铁熊那里呢 包大员可是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找不到志文 彩云又怎么会找到志文呢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 拿走钥匙 又放回了原处 一定是我最最熟悉的 姐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跟铁熊的手下在一起 你胡说什么呀 他们不是铁熊的手下 只是店里的伙计罢了 你别再骗我了 我认得他们 他们都是铁熊的手下 方家失火 就是因为他们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姐姐 到底怎么回事 我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 他们只是店里的伙计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告诉我 姐姐 告诉你 马上给我离开 不然对你不客气 难道 你真的跟铁熊似通 所以才会怀孕的 你给我抓住他 你竟然当街诽谤我 你到底居心何在啊 我没有诽谤你 要么你说 你到底跟谁怀上孩子的 你说呀 你没有脸说吧 原来好民的猜测都是真的 方家失火 洋行被洗劫一空 都是你跟铁熊串谋的 都是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方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们 把方家夺的家货人亡 你说 不是我 是你舅舅 是包大元跟铁熊合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 跟你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铁熊又养着你呢 再说 你公公过世之前 他跟我说了 他什么都跟我说了 他是个疯子 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没有一句是真的 我不管是真是假 你现在就跟我去警察局 给我去对质 浩铭 窃雄 你们三个去对质 走 你疯了 走 放开我 你给我疯活的 你放开我 放手 走 放开我 姐姐 小姐 姐姐 姐姐 你没事吧 姐姐 家 华 厉生 我姐姐怎么样啊 现在她身上有多处 tensor 伤和轻微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 腹部由于受到严重撞击 腹内的胎儿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要马上开拓取出死胎 现在要马上转移到手术室 进行手术 孩子拿掉了 一声还说 我以后恐怕都无法生命 这倒好 谁要生铁熊那混账的孩子 孩子生下来以后 我还没心思养呢 我冬完手术了 铁熊也没派一个人来照顾我 他的手下肯定是通知他了 他却不闻不问 这是怎么了 他不会是恼火了吧 万一以后他断了我的生活费 不养我了怎么办 妈妈 妈妈 你口渴了吗 医生说你醒来后会渴 我给你准备了温温的中药水 我问过药行 他们说冬完手术的人可以喝的 铁熊叔叔都知道了 他怎么说 他 他 她没怎么说 他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问吗 他只问婴儿是男还是女 有德叔叔说 是一个成型的男胎 他就没再问了 姐姐 姐姐 你来做什么 我不想再看到你 姐姐 你的孩子刚刚没有了 身体还很虚弱 我煮了一些汤给你补身体 流产和做月子 都是要补补的 我的太儿被打掉了 没有人可以照顾我 还好有自己的亲妹妹啊 我好饿啊 你做了什么汤啊 那 我好饿啊 妈妈 妈妈 你没事吧 没事 蔡芸阿姨 你怎么可以这么阴险啊 我阴险 阴险的是她 她连一个未出生的 胎儿都要害 是她狠毒 我只是替我的孩子 报仇罢了 姐姐 姐姐 孩子没了 我们大家都很伤心 但那是一场意外啊 你害死我儿子 还敢狡辩 你明知道我是个孕妇 为什么还要当劫队我拉扯 你根本就是要害我 你还活儿子的命来 妈 你不要激动 伤口会裂开的 你不要激动啊 郑龙 你的弟弟没有了 医生说他是个成型的婴儿 他死得好冤哪 不自怜惜 我真想就这么跟他去了 彩云 发生这样的意外 大家心里都很难过 但你没有必要把罪过 挂在春云的头上 春云是无辜的 他没有必要加害于你 只不过想听你把话 说清楚罢了 郑龙 你看看 他们害死的人还有理了 这是什么事的 这是什么事的啊 妈 这么多年考都没有学会 铁熊那套阴险毒辣的招数 你倒是学会了 我还想问你 明明是受着火寡 怎么会怀了孩子呢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 你和铁熊串通陷害方家 难道春云不应该问清楚吗 你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地说一说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在我身上 你们才诬陷我 志文 志文 我生命救你 你难道都忘了吗 我怎么会害方家呢 你救志文的事 不过是你跟铁熊串通在一起的 苦肉祭罢 我们都已经知道 你骗不了人 春云不关键在姐妹情份 特意炖了汤 过来给你补身子 可你呢 践踏了这份姐妹情 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 可你串通铁熊 陷害我们方家的事 我绝不会就此罢休 我会通知警察局 把此事严查到底 你们滚 你们滚 你们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你们害死了我的孩子 还要诬陷我 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你们这些没心肝的 妈 妈 妈 妄 冯昊铭 赵春云 你们想害死我 没那么简单 爸 慢点 小心点 昊铭 彩云姐这么激动 又打死不肯承认 我们该怎么办 他不是情绪激动 他是在故意撒泼 不理他就是了 但是 没什么 我知道你担心 他刚刚剁了胎 身子受不了 可是 事情要一码归一码 他串通铁熊 陷害我们方家的事情 我不能这么轻饶了他 可是铁熊他现在 有情有事的 警察管得了他吗 你爸我还是有些门路的 办铁熊并不是什么难事 我会请吴老板过来帮忙 联络警方的有利人士 再搜集铁熊的犯罪证据 再说了 铁熊他抢了洋行 这么多的货物 不可能这么快去销赃密技 只要找到那个 给他们做钥匙的人 相信这个案件 就可以破掉了 爸 快 美军 追踩 美军 追踩 走 不快 美军 怎么会这样 你们没事吧 怎么会这样呢 有人跑来我们家 就开始乱种东西 说人了 杀人偿命 好可怕 回来了 你们害死了熊爷 未出世的孩子 今天这是给你们的 一点教训 可恶 做坏事的明明是你们 学习 core 彩临 هذه的 跟春雨没有关系 是她自作自受 遭到报应 知道吗 你有吗 你们做伤天害理的事 会遭雷劈 孩子是赵春雨害死的 这有什么好争呢 熊爷是不会这样就算了 你们等着瞧吧 走 чтоб 别哭了 别哭了 没事了 没事了啊 大哥 你看 我现在是不是走得很好啊 是啊 志强 你看你现在都不用穿铁鞋了 是不是啊 美军 好棒 慢点走啊 臭小子 又是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赵春云害死未出世的孩子 你们这几个小鬼 难道就不该替他顶点罪过吗 做坏事的是你们 你们给我让开 我们让开也可以 熊爷有交代 不要伤害你们这几个小鬼 不过 你们得把这个穿着走回去 我们才不穿呢 你们让开 不穿 谁也走不了 把人给我抓起来 衣服套上 给我游击 快走 好嘞 怎么会有这样啊 跟我走 要不是有人敢来通知我 说街上有几个流氓 在打一个孩子 恐怕志文会伤得更重 铁熊这伙人 实在是太可恶了 志文仗着会点武功 总是和那些人起冲突 要是有一天 真的出了什么事 那该怎么办 要是我不会功夫 我就保护不了志强和美军了 那样的话 我们就得穿上铁熊 写了字的衣服游街示众 我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你这个样子 你打得过他们吗 被打残了怎么办 当时什么状况 都脱不了身了 只能喊救命 还跟他们拼命 逞什么英雄 不知死活的家伙 铁熊这个恶霸 肯定不会这样善罢甘休的 还会继续找你们的麻烦 我会天天派人 保护孩子们上下学 志文 你们几个尽量不要落单 免得出事 陈师傅 那就拜托你了 不客气